你需要的话就看一下嘛 至少你知道放哪里就好了 归类一下嘛 所以哪一个 OK 或者甚至吧 像有些写程式人习惯放Github啦 Github上面也可以放 我后来发现 其实 那个TriGPT之所以会 这么会写程式 我觉得应该是跟 因为大部分 只要是写程式的 Coding Pokemon 都一定会传上去 那这样的话 而且很自身的很厉害的都会传 那刚好就会有一个 很厉害的程式资料库 刚好可以给TriGPT提供一个 非常 这个充分的 这个养分 所以你会发现他这么会写程式 我真 真觉得 这个蛮有关系的 至于是不是 TriGPT是不是跟那个 叫一个Github 这个我没有特别去找啦 虽然是不是Google查一下 看看有没有人 讨论这件事情 我是没有特别去 去去看 OK 所以呢 第一件事就是 在学习OS里面的这 这两个方法 这个其实还蛮重要的 常会用到的 那再来的话呢 其实 OS 甚至 我这件事 还可以执行DOS啦 不过因为DOS现在好像没什么在 因为可能至少30年前 以前的技术了 可是非常好用 现在其实 我们底层还可以执行那个DOS相关的指令 所以如果你有这个需求啦 你就是直接可以写着一个批词档 OK 然后就可以去 让他 他就可以去执 但 这个可能 因为我们以前会写批词档 但你们会写批词档应该蛮少的 所以这个给各位当参考 那再来的话呢 最后我们就是来看那个 合并那个什么 刚刚是 最后就合并 我们就是加了这个啦 其他 那还有 最后还有一个 因为呢 如果我们后面假设要分割 对 合并嘛 现在合并对 那如果要把它分割的话 那当然 后面我又衍生一个 我希望 再帮我把这里面的全部的25个档delete掉 因为我等一下还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把o.tst 里面的所有 就再把它切割 就是delete掉之后 假设这边没有了嘛 那我希望呢 再利用o.tst 帮我 切割 25个档 放进来 OK 所以哦 当然我是 刚刚是手动做这件事 可是如果我不想手动的话 那怎么办 一样嘛 就是在程式的后方 再加这一段程式吧 那这一段程式码其实也不难写啦 你说这一段程式码好像有三行 还蛮複杂 其实 也没有啦 其实主要是什么 主要就是直接 如果你要把 就是那个 资料夹里面的程式删掉的话 我把它再恢复一下 这边按右键 解压缩致辞 再把它丢进去 那其实很简单啦 诶 就是第一个 要知道这个目录里面的所有档案的档名跟副档名 然后第2个的话呢 就把它放在 always.remove的后面就好了 always.remove 不就是删除了吗 所以 如果你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你只需要把 456这三行 复制一下 然后贴到这底下 贴上 那贴上之后的话呢 那这个不就会产生一个什么 一个list1 里面不就放那些吗 然后再针对这个list1做一个回圈 那这个后面是开启 可是我们现在是开启不是 我们现在做什么 移除对 所以很简单嘛 把open这边呢 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 os 点remove 就好了 点remove 他这边会自己会 提示吧 OK 他有点慢 然后呢 后面的话我们就提供给他 paste 有没有 或者档名也可以 然后把这个地方再刮扶一下 有没有 然后后面这个d0.r 这个就不要了 就是意思说我给他 我要删除的那个 党名更复的 可是好像也还是需要提供给他 完整的啦 所以 这好像有一个吧 open 应该是这个 open这个就可以了 拿这个来 来应该就更简单了 复制 贴到这边来 意思就是我要删除 这个 OK 确定一下 没错 就是 把那个路线给删掉一下 所以这样的话呢 他合并完之后 那他就会 再帮我做一件事 就是把这里面的25个档案 全部 通通清掉 我应该可以知道我的意思吧 所以 我刚刚只有把这三行 复制过来 OK 这三行 那因为这三行跟 那个 删除 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上面是open 那下面是remove 所以改一下 其实好像这个路线 这个后面的东西把它删掉 就可以 做到remove 所以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刚刚的话 把它run一下 那应该得到的结果 就是 会得到 我先把这个删掉一下 这感觉 比较 执行 它会先产生一个 all.tst 对 这个有了 然后再把这个目录里面 所有的档案都变成 没有 都删remove掉 所以打开 它应该里面是空的才对 对没错 感觉好像在变魔术 把它变不见了 好 那 下一步呢 哇 就难了 再来你就要把它变回来 真的很像变魔术 有没有 一下子不见了 鸽子不见了 再来鸽子又出现了 OK 那怎么做 试试看好了 所以 基本上 这个已经尽可能把所有可以想到的一些功能都包进来了 所以 我们上一次上课就是合并了 那请各位先把这一段先完成 然后并且思考一下 也许你再重新开一个新的 module 然后想想看 再可以delete 掉 如何 把 刚刚那个 all.tst 这个档 把它切割 这个哦 并且存档到这边哦 OK 这打开了没有 三重在这边 那 那你说老师我不会写 我写不出来怎么办 你该不会想一个办法 复制 对然后 再到这边 开一个新档 按右键 新增一个文字档 然后名称改成那个什么 三重 是不是 然后再把这个贴上 贴上的话 改名 直接拿这三重 这三重这两个字位置应该是第16 应该是第16跟第17个字 如果没算错的话 就这两个字 那为什么要特别讲16跟17 因为将来我们会需要档名 那档名在哪边取 绝对不会错 我后来看了一下 刚好在每一个档案的 16跟17 是 一定不会错的 不过这个是因为刚好符合 这个 sample的 这个 所以如果你换一个 可能你就要找别的方法 你或者是说你可能要去别的地方 自己再建一个 建一个list 如果没有办法 如果没有办法 你可能就要把之前的 也许先保留 那这边读第1 那这边可以先把这个 对也可以 那你可能就是先 预先把这些存在一个档案里 对不对 然后再把它读进 也是可以啦 只是说好像多了一个公 但是这一题来看 我发现它刚好是第16 17个字 是 它的档名 那你再补一个 副档名就可以了 所以 这边的话 当然 我是 先模拟一下那个状况 然后把它存档 那这边可能就要改成什么 改成三重点 TST 那么就一个 不过这个是 除法链钢 但是如果你今天希望把这件事情 改变成 那个 程式来写的话 那该怎么做 想想看好了 当然 我讲的第1个 一定要open它 这绝对没错 第2个的话 用Spring的切割 到一个串列 第3个就是存档 这个想想看 这个 应该 没有那么困难 不过如果假设 加上哪一天 这个工人 你会透过自己 完全没有参考的状况下 写出来的话 那表示你应该是真的会的 试试看